大事不妙 我们可怜的木兰宝贝头顶上的青草似乎又长高了呀 此时在王宫地牢中 宁燕趁着国君上朝之使命人搬着好酒跑来这里找沈浪拼酒 喝到一半时浪爷端着酒杯一脸造诣的问道 母老虎 你给我喝的这酒怎么是红色的呀 而且喝完还让人这么燥热 宁燕晕乎乎的笑道 兄弟我这不是怕你在这阴冷的地牢里会被冻死吗 所以专门找来了这上好的露邪酒来给你保暖呀 也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 浪爷的大脑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露邪酒的作用 端起杯子又继续喝了起来 然而当他放下杯子看向宁燕时 不知为何竟觉得今日的宁燕格外的妩媚动人 此时宁燕也察觉到了渣浪的诡异目光 于是一脸防备地警告道 元渣 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那天是咱俩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们可是清清白白的兄弟 你最好别再有任何非分之想 渣浪倾笑一声道 放心吧 我沈浪可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 绝不会再做出对不起我家木兰宝贝的事了 神经大条的宁燕在听到这番话后便也放下了戒备 于是和二人再次对酒当歌喝了起来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把酒言欢的结局也就不用我多说了 第二日早上 头脑昏沉的宁燕从宿醉中醒了过来 当他看到身旁的沈浪时顿时心凉了半截 我怎么又跟这个人渣睡在一起了呀 正在懊恼时他突然察觉到了一件事 他俩身上的这条毯子是哪来的 当然 以他的智商还想不到会是 李笋让宫女为他们盖上的 昨夜李笋只是奉旨来看看沈浪的情况 不想却听到了宁燕正和渣浪交欢的声音 尤其是宁燕的叫声更是让他想不听都不行了 而此时的宁燕只是一脸惊恐地看着一旁熟睡的沈浪 不管是谁给他们盖的毯子 他俩这赤身裸体的样子 要是传到父王耳朵里那就出大事了呀 正在他不知所措时地牢的门突然被人打开了 宁燕吓得直接钻回了毯子里 此时就见大宗正的宁玉王叔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 身旁的小宦官开口问道 沈浪 大宗正前来问沈还不速速醒来 被惊醒的沈浪迷里呼呼翻了的声示意让他们随便问 小宦官这才问道 国君让你如实交代 你和宁燕公主可有不正当关系 听到这一问话沈浪直接起身道 我和宁燕就是兄弟 你们可不要听信外界谣言 而且我还是个24校好男人 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家娘子的事的 宁玉听后眯起眼立声问道 你说这话可有人证 沈浪刚要开口 紫料身旁的宁燕突然钻了出来大声喊道 我能证明 我和沈浪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的出现瞬间让沈浪震惊的不能自已 就连宁玉王叔和小宦官 见此情景都吓得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都这种形象了 你说你们没关系 你自己信吗 然而王族丑闻不可外扬的道理宁玉还是知道的 他快速调整好情绪继续问道 宁燕 你有充足的理由能证明你和沈浪是清白的对吗 宁燕裹着被单回道 没错 我俩就是清清白白的好兄弟而已 宁玉听后眼皮抽了抽 而后对身边宦官说道 记录下来 沈浪与宁燕公主关系清白 所谓男女私情纯属子虚乌有 结束调查 身旁的小宦官咬紧牙关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 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 他全当今日眼下耳聋了吧 待一切记录完后宁燕便被带去大宗正寺软禁一个月 而可怜的渣浪则继续被拘押在地牢中 他觉得好冤枉 明明是宁燕自己跑来将他灌醉的 为什么他要受这无妄之灾啊 与此同时在王公书房内 李隋已将此事一一汇报给了国君 而国君在听到二人又滚在一起时 已经没有先前的震怒了 李隋 你派人去给金卓送去口谕 就问他这个女婿是怎么教育的 另外不用再给沈浪送吃食了 将他饿个半死以示惩戒 当然 国君并不是真的不恼怒了 只是觉得相比较无王帅三万大军南下一世 沈浪和宁燕这种你请我愿的私事 可以先小事成见 毕竟在之后他还想要让沈浪帮他出谋划策呢 不过眼下他需要知道 这无王究竟为何会突然挟军南下 还有苏难 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似乎都在暗示寡人这一切的幕后始作俑者 就是这老贼 难道他真的准备要谋反了吗 画面来到枪国王宫 此时这里正举办着枪王阿鲁刚49岁生辰宴 西域诸国使者以及南欧国和沙蛮族 都送来了无比珍贵的礼物 甚至连楚国使者 都第一次公然出现在了枪王宴席上 此时就见枪王大笑道 诸位盟友 如今我枪国天花已彻底清除 该是我阿鲁刚大开杀戒的时候了 岳王宁原献竟敢让我写下认罪书 他我尊严 杀我枪国武士泄我军威 接下来我定要让他感受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这次我可不仅仅要杀入天西行省夺他土地 还要杀他几千上万人来祭奠我死去的战士们 苏剑亭端起酒杯炸了起来敬上酒道 大王宁可别忘了还有另一件小事要解决 杀掉沈了 枪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冷声说道 放心忘不了 我会让岳王斩下那小畜生的脑袋送到我的面前 虽然他救了整个枪国 但我阿鲁刚一向只有报仇没有报恩 如今国内疫情已经停息了 那他沈浪也该死了 殊不知远在岳国的浪爷却完全不担心此事 毕竟当初他在给枪王治疗天花的时候 可是在他体内埋下了无数颗毒球 只要他动用内力那他体内的毒球就会破裂 到时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突然一旁的枪王后苏默问了一句 大王 今日可是您的生辰宴 为何阿鲁奈娜公主却没有到场了 然而当提到这个女儿 石枪王顿时怒气横生 原来在沈浪一行人走后 阿鲁奈娜就在雪山脚下建立了一个新部落 专门为贫苦的枪国民众免费接种天花疫苗 如此做法自然也激怒了枪王 毕竟他给枪名接种一次 可是要收一头牛作为报仇 在他得添花期间家人们都放弃了他 所以今后便不会再任您这个父亲和我这个兄长了 不仅如此 他建立的部落如今也已发展到了十万余人了 枪王听到这个数字猛的一愣 他整个枪国的子民也不过几十万人而已 这个逆女竟然发展得这么快 他难道不知道未来的枪国是要交给阿鲁太的吗 你阿鲁内那一个女人难不成是想要同太子争夺王位 想到这里他一口饮下了杯中酒 紧接着起身走到宫外的畜牧场 找到了一头无比雄壮的牦牛 在牦牛凄惨的叫声中轻而易举地折断了一侧牛角 然后他将沾血的牛角递给五皇子阿鲁戳道 带着这牛角去告诉阿鲁那 十天之内让他回来跪在我脚下请罪 若是他依旧执意不回 那我将会用这根牛角捅死他 他的命是我给的那我自然也有权利收回 但一切不快之事解决后 枪王再次回到了宴会中 突然他问道 楚城 这次我可是要亲自率军杀入越国 你们楚国给我准备了多少钱呢 楚城一愣 但还是回到 准备了二十万金币 枪王一脸嫌弃道 你们楚王未免也太小气了 看人家苏南多大方学着点 楚城皱了皱眉 枪王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出的可不止有钱还有大军啊 越国边境可是聚集了十几万军 您若直接冲入西境劫掠 镇西侯虫摇大军必会前来截杀 到时您该如何应对呢 枪王不屑地喝了一口酒 那虫摇又有何惧 三十万金币一个都不能少 否则我不会出兵的 楚城听后也只能无奈点了点头 硬了下来 得到满意答案的枪王 兴奋地一把拉过了身旁小王妃苏宁 突然他看向苏建廷问道 听说沈浪的那个妻子很美是吗 苏建廷点了点头 没错 金木兰的容貌绝不亚于神女学影 就连越国太子都痴情于他 枪王听后愈发兴奋地大笑起来 人生最痛快的事就是斩下敌人头颅 蹂躏他们的妻子 这一次我不仅要将沈浪的女人占为己有 还要那些越国所谓的文明人 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女 被我枪兵蹂躏至死 让他们永远沉浸在无尽的痛苦当中 众人听后面面相去 而后端起杯中酒一同敬上道 提前助大王此番齐开得胜 凯旋而归